我是鸟鸟 去年我讲了容貌焦虑的段子 今年我就开始身材焦虑了 因为之前我看到一张表格 上面有我们很多人的身体数据 就有个同事指着其中的一栏问 这是谁的臀围啊 这么大 服装老师说 这是鸟鸟的腰围 我就琢磨着该减肥了 我妈也很关心 不知道她从哪听来一句健身圈的口号 说自律给你自由 我当时听了我就有点生气 我想上高中的时候 你说上了大学你就自由了 上大学你说工作了 自己赚钱就自由了 工作了你告诉我下了班就自由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 你告诉我自律给你自由 就能不能不要再给我画饼了 我咽不进去了 我在借碳水呀 我说我一个搞脱口秀的 我不靠脸吃饭 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搞创作 我妈说创作怎么了 很多作家也都在健身呀 你看人家海明威 是吧 茨威格 我说妈妈你是真的会举例子 死得比这俩惨的作家都不多呀 我觉得自律和自留 这两个词本身就很矛盾 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很矛盾的话 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 说年轻人如何佛系的奋斗 我想你都要奋斗了 还要佛系 这也太矛盾了 怎么奋斗啊 南无阿弥陀佛 我觉得自律给你自由这句话 他真正想表达的是 好身材能吸引异性 健身有助于求偶 所以想到这里 我就去健身房了 我是为了去积累素材 我早就知道 健身房是当代著名的消费陷阱 果然一进去 就有一个教练要给我卖课 他说你的体态有问题 我说对 我圆肩驼背 骨盆前倾 还有膝超身的问题 整个人看起来没有自信 再不健身就完了 教练说 啊 你也学过POA啊 后来又来了一个教练 让我真的对健身 产生了一些兴趣 因为他教得很专业 也不着急卖课 最重要的是 他还是一个帅哥 对 我也有眼睛 他会教我做一些器械 有的器械就特别磨手 我做完一组就会搓搓手 教练说你刚开始练 手上还没有剪子 我手上剪子就很厚 你摸 当时我就想 我的天呀 帅哥让我摸他的手了 开玩笑 我想的是 你胸肌上有剪子吗 然后就摸了嘛 就买了一万块钱的课 有的时候你明知 那是消费陷阱 但当陷阱里站着一个帅哥的时候 你只会感到喜悦 你只会想 太好了 天上掉陷阱了 帅哥还每天监督我 早睡早起 让我跟他汇报 今天吃了啥 我感觉自己雇了一个妈 但我已经有一个免费的妈了 健身实在是太辛苦了 每顿饭都要计算热量 一定要特别标准化地饲养自己 力求把自己的肉质养得特别柴 而且经过我仔细观察呢 我觉得健身房啊 可能是一个物理老师发明的 我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 见过这么多定化轮 大家都练得汗流浃背 把一个哑铃举起放下几十次 然后放回原处 连西西伏斯看了都会说 这做的是无用功吧 最怕的是你刚努力了两个月 好不容易有点成效 结果遇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见你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不是胖了 所以现在我就放弃了 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再帅的教练都无法激励我了 我一想去见他 还要戒糖 戒油 戒碳水 我就觉得算了 我还是戒色吧 自打扮了健身卡 身体没有变健康 灵魂得到了升华 我现在饮食特别油腻 内心十分纯净 我也理解了自律 给你自由的真正含义 就是只要我自律地 不去想胸肌 我就可以自由地吃炸鸡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谢谢 谢谢娘娘 喜欢娘娘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她投票 三 二 一 请 投票 谢谢 再给我们详细讲讲 你是怎么想的 加入这一组 也挺开心的 我觉得在这组 就怎么样都不会丢人 我觉得 真的要去 真的就去健身了 对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 因为那个健身房的课 还没上完呢 一旦你见过什么 我还真见过 我就去过四五次可能一共 我就太无聊了 太无聊了 但是张杰应该老见 对 我是从2016年就开始见了 你就是那种胸肌有减那种 是不是 那时候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弄 我就跟着健身 然后身上贴了很多那种电流袍 就是国家对康复的那种东西 对 你问起我哪 我喜欢买一些那种 就是会发电的那种东西 贴在自己的肚皮上 然后躺着 然后感觉自己肚皮在发热 就觉得自己在健康 虽然我知道它肯定没有 但是 但是就是 那你买个电风拍不就完了 直接跟着点时间 超越会健身吗 有这个想法 然后也迈开了第一步 然后 第一步是啥呢 请了个健身教练 我能问一下 您去健身的时候会大喊 烧我的卡路里 烧我的卡路里 我已经没有嘴可以喊了 我已经累得不行了 你是真的找了一个帅哥教练吗 我怕他看节目 那你刚说那些不怕他看的 我看一下手上的剪 他就知道是不是太资金了 对 但他确实有剪子 因为他是 之前是运动员嘛 就确实 还挺辛苦的 已经开始吸头上了 那行吧 那就 祝你一路顺利吧 好好健身 我们恭喜小鸟 获得四个派灯 进入等待区 小鸟 这是我们多走 食物 小鸟 那你最好